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 在秀林乡长王玫瑰的大力支持之下 设计了属于部落的三叔步道 并邀集了七老担任解说员 以故事的方式向游客介绍部落文化以及农业特色 同时也开创部落为旅行的商机 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破化部落的文化及观光产业 并且向秀林乡公所争取相关设备设施 能够大大改善部落的风貌 除了周边力远化之外 三叔步道可以说是展现部落最具特色的地方 同时也开创了为旅行的商机 我们在有一个景观设计造景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遇到了一些瓶颈 结果乡长给我们搭理的支持 所以在园民会这个益柱下 我们才拥有了这一个特别的三叔步道 而且这个三叔步道 它是用我们的手作步道的概念来制作 充满着我们自己原始森林的一些体验 然后到了现在111年 然后我们已经给它慢慢发展成我们的体验油 其实在现在今年许多的那个观光客 虽然疫情之下 可能微旅行里面有那个导游协会的 还有等等之类的客人 然后来到这里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喜欢这个步道 然后都会问我们说 这个是谁支持你们做 当然我们除了园民会的经费支持之外 当然是大力还要感谢我们的乡长 然后在这个期间之内呢 我们秀林社区发展协会拥有工所的业务啊 一起支持努力之下 其实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都得到了社区评鉴的非常优秀的奖 然后就觉得社区跟工所的连结是非常很重要的 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有点后盾 然后让我们的发展能够一起下去 那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乡长这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非常益住在我们的人 那个人民团体里面的一些 发挥了他最大的效用 秀林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郑苏罗表示 回向这三年多来 工所可以说是大力协助地方的需求 而在上述步道也展开了部落观光的商机 也让部落祈祷参与结束的工作 来大大行销文化部落之美 记得 终于 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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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尾